8月6日早晨8时 两架B-29超级轰炸机 从高空进入日本南部 工业和军港城市广岛上空 其中一架装载了一颗5吨重的原子弹 小男孩 9点14分装载原子弹的美 那么这个是当时围绕着原子弹投放 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 那有人说日本 人家德国都研究原子弹 那日本呢 怎么日本这个步伐就这么慢 二年推出曼哈敦计划 日本人41年5月份开始就做梦 制造原子弹 制造原子弹 它这个技术 当时处于探索阶段 经过他们的调查 日本发现 必须制造原子弹 我们知道 得用那个油矿 就金字旁搁一个里油的油 那油矿 得最后把它裂变成油235 然后再发生核裂变 才能制造原子弹 这个他们也已经把这套理论掌握了 可实践操作还在摸索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它至少需要几百吨油矿 全日本没有这玩意儿 找不着 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把它弄成油235 就弄成基本做原子弹的原料 得需要全日本一年发贷量的十分之一 还得消耗日本一年同产量的二分之一 消耗巨大不说 理论上把这造成没十年下不来 更主要是日本国内没有油矿 怎么办 那时候日本就开始出动 在朝鲜半岛啊 好多其他的占领的地方找着油矿 可惜一无所获 产量太低根本不够 德国在1943年 希特勒派了一艘潜艇 往日本运了一吨油矿 结果呢 情报泄露 被当时在马六甲海峡的美军给截获 击沉了 所以自那以后 日本这油矿再用不进来 战争当中使用自弹 可是这个核武器的阴云 时刻笼罩在地球的上方 包括最近说伊朗要研制核武器 为什么世界范围都感到恐慌 就是这个东西如同一把利剑一样 虽然它砍不下来 却始终要利用这个东西 去威慑他人获取自己利益 所以说爱好和平的人 希望原子弹彻底毁灭 核武器不要存在 现在来看 也只能是个一厢情愿的美好的意义